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尊敬的诸位法师 尊敬的孙会长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这次定红能够有幸前来东京 跟诸位大德同修一起念佛和学习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这是非常殊胜稀有的姻缘 定红就感觉到一来我们的缘分深厚 能够在一起研讨 学习佛法 这是素式我们都在一起学习的姻缘了 今生又遇到一起 第二个呢 定红也感觉到 这次的法会意义非凡 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同修都有重大的使命 正如刚才孙会长所说的 我们这次的法会的宗旨 是为了护士悉灾 尤其是帮助日本这个地区化解灾难 能不能够把灾难化解呢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事在人为 因为大乘佛法里面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一切宇宙的现象 一切人事物的环境 都是我们自心变现的 华言经上所说的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这个地球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 这个宇宙都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 那么它的好与坏 我们自己要负完全的责任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地球有许多的灾难 灾难的根源是我们人心 有贪嗔痴慢疑这些恶念 愣言经上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 所谓贪心就感得水灾 称惠心感得的是火灾 像火山爆发 这都是火灾 全球气候变暖 这都是火灾 愚痴所感应的是风灾 傲慢不平感应的是地震 怀疑 这个尤其是对圣教 对于老祖宗教诲怀疑 就感应三崩地线 像我们所看到的泥石流 或者是现在常常有报道的天坑 那个地突然就凹下去一大块 塌了下去了 这都是怀疑所感的 那么要化解我们眼前的这些种种天灾人祸 佛法告诉我们 不用往外求 只要把我们自己内心当中贪嗔痴慢疑化解了 外面也就没有灾难了 那么如何化解呢 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念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这叫敬念 这个念头是一切念头当中最善的 所以印光大师过去 他老人家也在民国时期 也提倡护国息灾 他提什么方法呢 就是用念佛 念佛方能消素叶 结成自可转繁心 因为我们心在念佛的时候 这个念佛心所感召的环境 那叫敬佛心 尤其是我们用真诚的心 用恭敬的心 用清静的心 平等的心 慈悲的心 来念佛 这个佛号就相应了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在念佛的当下 我们已经把眼前的境界 转变成极乐世界了 大家如果做过三十信念 有没有做过三十信念的同学 做过的请举手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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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很深刻 当我们的心转成阿弥陀佛的时候 确实眼前这个世界就转成净土了 净土不在外面 正在我们当下的念佛心中 是我们念佛的心映现出来的境界 那么如果我们不念佛 我们念贪嗔痴慢 我们的心也会变现境界 就是眼前我们看到的各种灾难 所以化解灾难之道 护士悉灾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 所以这个孙会长 他之前邀请定红来讲经 问怎么个讲法 我就提倡 我说讲经为了鼓励大家念佛 大家一定要真的念佛才行 所以我就建议他打一个佛期 那么在佛期当中 我们一半讲经一半念佛 讲经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把道理搞清楚 怎么个念法这个方法搞明白了 你念这句佛号就能相应 那能够相应 那护士悉灾的效果就大 不仅我们能帮助这个地球 我们自己也能够尽早的拿到往生西方净土的把握 将来往生西方啊 乘愿再来 那你那时候就叫阿维悦志菩萨 你能够帮助近西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啊 消灾灭难 所以这是根本的究竟圆满的护士悉灾的方法 那这样的方法 师父进宫上人呢 也常常给我们提倡 鼓励我们这么做 那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真正做了 你就能够体会到老人家所说的那个道理 所以我们这次呢 要用实修的方法 不光是讲经 更强调念佛 所以大家非常难得 真正是当代的菩萨 你们发起护士悉灾的这个菩提心 一起在这里念佛 别看着场地不大 人数不多 一百来人吧 我们预计的时候 那个我跟孙岐师讲 咱们呢 人数就定在一百二十三人 因为当年净土宗出祖 慧远大师在庐山接设念佛 他也是一百二十三人 各个往生西方 我们现在呢 也要各个要往生西方 所以大家能够这样的 有这样的姻缘聚会 真的是经上 开经纪上讲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 其姻缘殊胜 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 这短短七天的时间 时间不长 但是如果大家真正用功 那么这个成就啊 会非常的殊胜 像阿弥陀经上讲的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乃至七日 一心不乱 那你得到一心不乱啊 那你往生西方啊 那就十纳九稳了 其人灵命忠实啊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啊 现在其前 世人忠实心不颠倒 极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啊 办得到 那我们拿到往生西方的把握了 你现在虽然还没到西方 但是你已经现前正得阿弥陀志了 你就有这个能力 帮助世界苦难的众生 化解在那 所以这是我们呢 本次 互世西在佛妻法会的宗旨 和目标 那么在这次法会当中呢 定红给大家讲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讲经的目的就是鼓励大家 真心切愿 偶一大师在弥陀药节里头啊 跟我们讲 往生与否 全有信愿之有物 这个品位高下呀 全凭你念佛功夫的浅身 所以很多同修 所以很多同修对往生西方啊 还没有把握 我想在这里也问一问大家 您拿到往生西方把握的请您举手 好 谢谢 我们给他们几位同 菩萨 独独独立 但是我们这个看到举手的非常少 那我们试问呢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把握往生 到底问题在哪里 那偶一大师讲啊 全由信愿之有物啊 那肯定是我们信愿不够啊 就是信的不真 怨的不切 那有的同修听了之后呢 有点不服气 我信了 我也真愿意往生啊 怎么说我没信愿呢 那个信愿里头啊 水分很大 这个信呢 如果是真信的话 它没有丝毫的疑虑 绝对没有 以后我到底能不能往生啊 阿弥陀佛道士会不会来接 我呀 他接这么多人 那万一把我漏掉怎么办 这是心里有疑虑 尤其是现在 我们看到有很多灾难 特别是日本 政府都啊 这个已经公开的 让国民呢 做避难的一些准备 那到底灾难来了 我往生到底能不能有把握呀 我要是去不了怎么办呢 很多的疑虑 很多的恐惧 信心不足 第二个是怨也不够窃 你说往生西方 我很愿意去 这么好的地方是吧 你看那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我们这七天当中 讲经都讲到了 极乐世界真好啊 思义得意 思食得食 想吃啥 就可以吃啥 而且都是七宝波弃 承载的这些 美味食品 吃完之后还不用洗碗 自动就化学了 哎呀 真好 不去白不去 你看 你说我愿意去呀 怎么不愿意去 但是又问问他 你这个世界是不是一切都放下了 他就支支吾吾了 去还是要去 不过我那孙子怎么办呢 谁照顾他呀 哎呀 我那银行存款 明年到七月 没人拿怎么办呢 种种的想法就是放不下 怨就不够窃了 真怨你往生的 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放不下了 现在就走 最好了 有同学还问我 灾难来了 我们躲到哪儿最安全了 我告诉他 躲到西方极乐世界最安全 你想在地球上找个地方 我告诉你 真正你命数该到 你躲到哪儿都逃不了 真西方才是最安全 早点去不是好吗 我来之前 有不少同修都劝我 日本灾难很多 政府都已经正式预告 说未来四年 东京发生七级以上的大地震 还是直下新地震 它的几率是80% 我想大家都知道吧 这个基本上就说 很有可能会发生大地震 80% 而且呢 这个灾难呢 将会都是一千年一遇的大灾难 我来之前好像前天 这边听说有一个小地震 是吧 我们看到新闻了 五点五集 大家都很紧张 别去了 你去万一回不来怎么办 我告诉他 我说去 我回不来不更好吗 我去西方吗 连师父老人 恩师 进宫上人 都接到同修们的 这个奇请 很多同修劝我劝不动 他直接去找师父 师父啊 别让那个定红法师去了 他将来说 还有使命啊 所以你让他去的 万一回不来怎么办呢 师父老人家有一天呢 在摄影棚讲经 讲经之前 他边在大一的时候 就边问我 说现在有很多同修啊 都来信了 劝你啊 不要去日本 你要好好考虑考虑啊 我就跟师父讲 弟子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师父笑眯眯的点点头 哦 这样 那就行 然后师父说 那你去就好了 不要劝别人去 万一有什么问题 去了没回来的家属他 这早麻烦的很不好啊 那我就说 那有一些同修 他就是拼死的要去怎么办呢 那师父说 那让他们把遗嘱立好 虽然是一直半开玩笑的讲啊 但是呢 这也是老人家啊 也测试测试我们自己的心愿 那我觉得呢 这个日本呢 需要我们来 虽然我们不知道能帮助有多少 但是我们就以一颗真诚的心 来为这个地区啊 念佛 讲经 化解灾难 尽自己的 所能 希望啊 能感得阿弥陀佛加持 能够化解灾难 所以这是义不容辞的 而且难得啊 我们海外 就是大陆香港 大概有二十多位同修 他们都好像是敢死队队员一样 都跟着我来了 其实能不能化解灾难呢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我跟不少同修啊 都讲过 这个一个 释迦摩尼佛本身的故事 释迦摩尼佛在无量节前 曾经啊 做过一只小鸟 这个小鸟啊 有一天呢 看到它的森林啊 着了大火 那火啊 把这些走兽逃生的道路啊 都给封住了 非常的危急 那小鸟呢 它飞出来啊 看到这个熊熊的烈火啊 就当时一心 想要把火扑灭 怎么办呢 于是啊 它就飞到附近的一条小河那里 用它的翅膀 在河那里沾了一点水 然后就飞回到森林的上空 把它的水抖了下来 当然那么几滴水怎么能灭火呢 所以它又飞回到那个小河那里 然后又用它的翅膀点了一下那个河水 又飞到森林的上空 把那个翅膀上的水抖落下来 如是这样不知多少个来回 到最后 这只小鸟已经累得奄奄一息 倒在地上 当它还看着神灵的大火继续的燃烧 他的心还是那样的焦虑 只有一个念头想着如何救火 这种行为感动了刀翼天人 于是天人就用神力把森林大火扑灭 当这只小鸟看到这森林大火 终于熄灭了的时候 他的心非常的安慰 然后他的神识就到了刀翼天 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童修听的时候 童修说 现在我们到日本 是不是要去做小鸟呢 我说没错 你看这里有一百多只小鸟 菩萨小鸟 来灭大火的 能不能够灭呢 那得找刀翼天人的 上哪找刀翼天人的 不用找 我们自己只要发出真诚的信念 来护士气灾 不仅能感动天人 肯定能感动十方诸佛护念 那化解灾难 岂不就是易如反掌吗 但是我们不能有疑虑 就是一心的去做 你看那只小鸟 如果当时它有疑虑 我这个能力可以帮助化解大火灾难吗 我怎么做才能够有这种效果 我是真力量这么单薄 行吗 假如他有这些怀疑 他肯定会退心 怎么可能呢 但是他没有怀疑 他凭着自己的真信 怯愿 感得天人加持 把大火熄灭了 那护士西哉的道理 跟这是一样 往生净土的道理 也跟这个一样 就是凭着自己真信 怯愿 感得阿弥陀佛 本愿功德的加持 实现我们的愿望 所以真信 怯愿 我们从这个例子 去细细体会 那么讲经的目的 就是把这些道理 讲清楚了 你这个信愿就踏实 当你的信愿踏实了 你就拿到往生的把握 不是说我们自己 有什么能力能往生 如果说能力 恐怕我们在座 没有一个有这个本事 为什么呢 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是一真法界 谁能够去 那发生大事才可以 也就是你 祸破一品无名 振一封法生的人 那就成佛了 天台家讲的 分正极佛 真佛不是假佛 你才可能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这一生不可能 反正我是不可能了 你们不知道会不会比我好一点 好也不可能好太多 你想一想 见思烦恼 我们一品都断不了 见货八十八品 私货八十一品 这一品都断不了 反正我自己就 有自知之明 断不了 断了见思货 你还只是挣得个阿罗汉 那还只是出三戒而已 没有出十法戒 没有到一真法戒 要到一真法戒 那就是要断沉杀烦恼 断无名烦恼 那后头的路很长 所以靠我们自己的本事 真的是不可能到西方 唯有靠佛力 靠佛力 把我们现前的境界 一下拉到跟法神大师 跟阿维越智菩萨 地位是平等的 这全靠佛 微得价值 靠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愿的价值 所以我们自己 即使拿到往生把握 也没什么可傲慢 为什么 都不是自己本事 只是什么呢 自己有坚定的信愿 这是能感 阿弥陀佛来接应我们 是所感 这个感应道交 这是往生的道理 所以还没有拿到往生的把握 只要你认真的学 真的把这四十八愿听懂了 你这七天之内 也就能拿到往生把握 这是真的 绝对不会给大家讲假话 所以你看四十八大愿里面 特别强调文明功德 这个文明发行 文我名号十念必生 这个 就十方诸佛赞叹 佛名 十方诸佛都讲名号的功德 为什么十方诸佛要讲这个名号功德呢 就是因为希望十方众生能够闻名 真把名号功德听明白了 你这个信愿就坚定了 信愿坚定了 你就有往生的把握 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这些佛妻 是信愿性三资良都有 信和愿 我们就是学习 弥陀四十八大愿 这是学经教 加深我们的信愿 然后还有念佛 这是行 所以再次法会 我想会非常的殊胜 稀有难逢 那么这里给大家呢 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法会的缘起 就介绍到这 那么因为 谢谢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 总共只有二十堂课 每一堂一个半小时 要把四十八大愿都讲清楚 讲明白 这都要非常抓紧 要严谨一概 不能够太详细的讲 有些道理也只能点到极致 那么大家用真诚的心 恭敬的心来听法 那你得到的利益就大 印光大师讲 一份成敬得一份利益 十分成敬得十分利益 真有成敬心 哪怕听懂一句 你就功德圆满 就像六祖慧能大师 当时就听懂了一句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他就成佛了 那我们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 我们希望往生 其实往生就是成佛 经常讲 你往生就是不退菩萨 你就必定成佛 那么真听懂了 哪怕一句话 你能弃入了 你也就拿到往生把握 所以呢 这个我们今天呢 现在就开始来讲解 那么大家都有无量寿经的经文 我们呢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部经的经题 这是按照讲经的惯例 把这个经题讲一下 然后呢 就转入第六品 发达诗愿第六的证本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经题 这经题呢 叫佛说大成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大家都有念过吧 念过这部经的请记手 大部分同修都念过 谢谢 那么这部经呢 是我们师父进宫上人 几十年来啊 大力的提昌和弘扬 它是净土宗第一经 所以称为净土大经 它跟阿弥陀经是同步 阿弥陀经叫小经 无量寿经啊 称大小 大小是不二的 这两部经分量上有差别 可是所讲的理论 讲的事项 讲的这个修学的方法 境界 都是完全一样 只是有讲的详略不同 那么阿弥陀经讲的很简单 很浓缩 一般人呢 学习啊 非常不容易去体会 无量寿经啊 他讲的详尽 就比较容易体会 所以尤其是初学啊 学净土 那用无量寿经是最好的 那么 这个古德啊 也曾经啊 把 释迦摩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 做过一个总结 和 这个 对比 他们一致公认 这是隋唐时代的大德 就这样公认 佛讲的一切经中 最好 最圆满 这个最殊胜的经典 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 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 他到末后 普贤菩萨 十大愿亡 岛归极乐 他是以净土为归宿 换句话说 那就是导规到无量寿经来了 因为无量寿经就是讲清楚 所以 清朝 彭济清大居士 当时呢 就 提到 华严经啊 他有 这个非常认真的学 他有一个 华严念佛三魅论的著作 这是 收到了大藏经里头 他就讲 无量寿经呢 是中本华严 换句话说 无量寿经啊 是华严经的浓缩本 他的理论境界方法 跟华严经是一致 那我们要是读华严 读不过来 那我们读无量寿经是一样 华严经不容易啊 我在二十四岁那年 还在美国大学留学 去拜见我们师父上人 他老人家呢 就送我一套华严经 精装本五册 每一册这么厚 他说你回家呀 能够从头到尾把它念一遍 也都相当殊胜了 因为当时啊 我发心跟老人家学华严 那是一九九七年 他当时准备第二年在新加坡 开讲华严经 这说话已经是啊 这个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那么当时我这个三步一拜 从疗房啊 拜到师父那里 接受这个师父赠与的华严经 拿回家去读 结果呢 没读完 这个基本上读到第一品 就读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这个读到第一品 就感觉到咳嗽 因为里头的境界啊 我们不能体会 这第一品的很多这些 这些神的名号啊 不知道他的表法的意义 读得觉得枯燥 所以啊 读不下去 师父告诉我呀 说你从头到尾念一遍 这个华严经啊 大概每天八个小时 两个礼拜能读下来 你看这分量很不小 那学习确实非常有难度 那分量太大 但是学无量寿经呢 就简单很多了 一部经读下来 也就是一个小时 是吧 那我读无量寿经 就读得很熟 我就感觉到 学无量寿经啊 真是这个自己啊 有这样的把握 能把它学好 学华严没有把握 真把它弄通 还不知道何年何月 无量寿经啊 容易啊 容易受持啊 所以我最后就决定啊 这个不学华严 学中本华严 学无量寿经 师父对我的选择也非常的赞同 确实现代人的根基啊 搞太长的经典 很难受持 所以中本华严 也就是说 把华严经的精髓都讲出来了 那华严经又是整个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说法的精髓 他叫根本法轮 精中之王 那也就是说 无量寿经是精髓中的精髓 甚至可以说是十方诸佛所说一切法的精髓 因为十方诸佛所说的一切法 它的总明习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 那这是中本华严 所以我们呢 遇到这部经非常的不容易 这是真正是无量皆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那么这部经在历史上 弘扬的人很少 中国历史上 日本的大德弘扬这部经的很多 在历史上 诸解无量寿经的日本的大德 祖师大德有二十二种诸解 而在中国呢 收录在《大藏经》里面的诸解只有两种 那相对来讲比日本就少多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部经啊 他这个佛曾经多次的宣讲 那么现在我们能够统计到的 这部经原译本有十二种 十二种原译本 也就是说 当时在古印度的时候就有这种十二种译本了 证明佛肯定是讲了很多次 所以有多次的结集 就有这么多种译本的出现 那可惜呢 其中七种译本了 已经失传了 现在在《大藏经》里面呢 就有大德来做会计 那会计的目的是方便我们学习 我们就不需要去辩查五个原译本了 我们就读一个会计本就可以了 那么从宋朝 他的这个《大阿弥陀经》也收录到《大藏经》里面 净土宗第八组莲池大师 在注解《阿弥陀经》书抄里面 就主要引用的是 这个王龙书的会计本 那王龙书居士是站着往上 这功德很大 那因为他会计的毕竟是不完全 而且呢 他也有添加自己意思的这个地方 虽然他自己 这个有添加自己的文字在里面 这个其实是会为这个会计本增色不少 但是这个例子不能开 原因是如果开了这个先例 后人也在效法 后人的境界不如王龙书 他看不懂佛经 他就自己用自己意思改了佛经 加入自己的成分 那到了千百年后 这个经典可能就面目全非了 所以经典是不能改动 所以他这个会计里有瑕疵 于是在清朝 魏承冠居士 就是这个魏元居士 他又做了第二次的会计 他就比王龙书要进步了 他能拿到五个元一本 他就全了 那么可惜他所会计的也还是有瑕疵 还是有自己的意思在里面 那么最后在民国时期 夏连居老居士做第三次的会计 他的这次会计 是将五个元一本原文 汇在一起 没有添加一个字是自己的意思 全是从元一本上抽出来 而且汇集得非常的好 这是大德门公认的 这是无量寿经的最善本 那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无量寿经的版本 就是夏连居老居士的会计本 这是师父上人肯定的 这个版本将会传未来九千年 因为佛曾经预言过 当法灭尽的时候 这个无量寿经将会在这个世间多留住一百年 一百年之后这经典都灭尽 还有一句阿弥陀佛佛号 又多留住一百年 可以度很多的众生 那我们问了 这个无量寿经留到最后的版本 是哪个版本 有五个原语本 还有四个三个会计本 还有一个是结教本 就是彭继星居士的结教本 总共是九个版本 哪一个版本会留到最后呢 师父肯定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所捧的 夏连居老居士的会计本 那我们遇到了非常稀有难逢 而且我们是属于非常早期就遇到了 后头九千年那都是落后我们的 那我们遇到了无量寿经最善的 师父上人就一生都在弘扬这部经 现在把这部经弘扬到全世界 那读诵这部经的人 那多的是不计其数 数以亿计 那过去中国祖师大德之所以 没有对无量寿经做注解 就是因为没有最善本的出现 所以一般都用阿弥陀经做注解 那往后我相信 对无量寿经的注解的本子 也会出现的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有最善本 可能在未来 无量寿经注解本 不会亚于日本 肯定多于二十二种 所以我们遇到这部经 要用这个音重心来学习 那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汇集本的经习啊 它也是汇集 佛说大乘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那它是呢 从颂义的本子和汉义的本子 的两个经的经习汇在一起 汉义的这是最早的 这个就是我们现存五种原义本 最早的版本 送义的是最晚的 这个一前一后 两个经的经题绘在一起 就成为我们这部经的经题 那我们呢 可以把这个经题啊 分成这个九个 小段落 来 学习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佛字 那么佛 我们知道 就是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大家应该都很了解 他是三千多年前 在古印度 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 他出生的 是一个王族里头的王子 在加 这个 加匹 罗维古 靖范王的太子 那么他 十九岁 就看到了 人世间的生老 病死的苦难 所以就出家修行 他要为了寻求 解脱痛苦的方法 希望能够了脱生死轮回 永远 永远不再受生老病死的苦难 不仅是自己要解脱 也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 所以他出家修道 那么一开始 是向当时的这些宗教 长老们学习 他这个辩访名师 他自己也很聪明 学得也很快 结果学到最后 把当时所有的这些宗教师的学问都学到了 可是还没有解决问题 他看到 他已经在定中能见到 有六道轮回 因为当时宗教普遍都修禅定 所以他们都已经看到有六道轮回 但是六道怎么来的 为什么有六道 六道怎么出去 六道以外还有什么世界 这些问题 没有一个宗教师能够回答他 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 就干脆自己来探索 所以他到了恒河边 菩提树下 去入地 他入更深的沉地 在佛法里讲 他入九次地地 也就是说 通破了世间的四产八地 他能够看到了无明的缘起 最后在一个偶然的因缘 夜赌明星就正道 正道的时候他只是三十岁 也就是他成佛了 成佛之后 他才豁然大悟 其实每一个众生 本来是佛 华言经上讲 其哉其哉 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德 每一个众生 你我他全是本来是佛 那为什么现在不是佛呢 那现在是一个生死 繁复 烦恼重重 原因在哪里 在我们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只要把这些妄想 分别执着放下 那你欠钱就能挣得 跟如来平等的境界 因为那是你本有 不是外来的 是你自心中本来具足 所以如来的智慧 如来的德能 如来的向好 那不是从外面得来的 是你自己本来具有 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一点了 于是他就开始教化众生 教化的目的就是帮助众生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让每一个众生都挣得 跟他平等的地位 所以他讲经49年 说法三百余会 讲来讲去 就是让我们自己 证得自己的自信 自己做佛 所以这个佛教 这不是宗教 它是教育 如果我们总结 释迦牟尼佛一生 他所做的事业 就是三十岁正道之后 他做什么事业呢 从三十岁到七十九岁 他入灭 这四十九年当中 他就是在做教育的工作 做多元文化社会里面的教育工作 因为社会是多元的 他的教化 像孔老夫子一样 有教无类 他不分别 只要肯来学的 他都尽心尽力的去教 所以当时他的教学对象 不分宗教 不分族群 不分地位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只要愿意来学 他都教 所以他所做的是教育工作 他自己呢 就是多元文化社会里面的教育义务工作者 他是义务的 他不收学费 连孔老夫子 那个素修之礼 他都不要 素修之礼呢 以前那个学生去拜老师提两条肝肉 素修 这是见面礼 拜师之礼嘛 表示尊师重道 释迦牟尼佛连这个都不需要了 你只要来学 他就耐心教你 义务工作 那么佛的弟子们也是做这个义务工作的 所以我们看到佛教 他从释迦牟尼佛创教以来到满清 都是这个以教育的形象出现 他不是宗教 何以见得呢 因为宗教是讲神与我们众生的关系 我们是宗教里讲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是我们的天父 这个关系叫父子关系 在教育里面是讲师生关系 我们称释迦牟尼佛本师 就是根本的老师 我们自己自称为三宝弟子 弟子就是学生 所以我们跟佛是什么关系 师生关系 那师生关系只有教育里面有 而且佛教我们做什么 做佛呀 叫我们跟他平等 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佛的 而且应当做佛 老师叫学生都是这样 你们将来都要像老师一样有成就 而且要清除欲览胜欲览 这是老师对学生的期许 宗教里就不是这样的 神只有一个 不可能说叫每一个人都成神 那还了得吗 宗教里跟教育是不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佛教不是宗教 它是教育 每个人都应当接受的教育 这是释迦牟尼佛 对九法界一切众生 至善圆满的教育 那佛的弟子们 当时弘扬佛法 都是以教学为首 他没有搞什么精颤佛事 这些精颤佛事是后人 他们为了超度祖先 超度亡灵 他们用佛教的这些理论写成 我们现在讲的像剧本一样 写成这种仪轨 那么做这些法会 那是这个 本来佛的实在是没有 当然这种存在有它的必要性 可是我们要清楚 佛教的本质是教育 它的存在形式 应该以教学为主流 所以这个 佛教传到中国来 两千年 每一个朝代 都有祖师大德 讲经说法 每一个寺院 都是讲经说法的学校 都做义务办班教学 这个寺院 中国佛教的特色 起源于唐朝 马祖见丛林 百丈立清规 这是把佛陀教育 变成了有组织性的 这种有规模的这种教育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大学教育 所以你看在寺院里面 都有三大执事 有 主持和尚 和尚意思就是清教师 就是他主持这一方教化工作的人 这是和尚 那就是在学校里面 就是校长 另外还有 守座和尚 守座 守座是指 他专门担负教务工作 那么还有建院 建院是担任的总务工作 跟学校里的执事是一样的 还有维挪是殉导 所以这些执事 我们看到 都是在学校里面的不同的分工 所以这个佛教 本来都是教育工作 那我们要认清楚 佛教 本来的面目 我们学呢 就不会学偏 因为现在佛教 存在着有六种不同的形式 这佛陀教育的形式 这是原来本来的 本来的面目 我们要提倡 我们要认真的去学习 那么现在衍生出来的 还有什么呢 宗教的佛教 做经颤 佛事 搞这些宗教的 这个祈祷的 这些仪轨 那宗教 特色 那还不算什么 问题 这个 只要行的正 它还是对社会有意义的 那慢慢又演变出 学术的佛教 把佛法当做学问 来研究 在大学里设课程 有硕士 有博士的学位 还能够写论文 能够发表著作 这是做研究工作 日本有很多 很多这些佛教大学里头 很多都是教授 他们做研究工作 但是呢 他们没有把了脱生死 这个成佛道 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 所以搞学术嘛 他不能断烦恼 他不能出三界 他不能成佛道 这还是个凡夫 这不是佛所希望 所以学术的佛教 他就是变成事先法 那么还有呢 就是也是近期 延伸出来的 有企业的佛教 这个佛教的 这个机构啊 很大型 甚至还有跨国的企业 做这种慈善的事业 经营 规模很大 那么还有呢 旅游的佛教 这个中国大陆特别多 现在呢 到处都盖寺院 为什么呢 能增加当地旅游收入 这是旅游佛教 那最后呢 还有邪教的佛教 那就完全搞偏了 利用佛法这个招牌 谋取自己明文立案 欺骗善男戏女 达到自己邪恶的目的 这就是邪教 所以现在佛教 存在着六个形式 我们要认清楚 自己要学哪一种 我自己呢 这个立场非常坚立 我是要学教育的佛教 我不搞宗教的仪式 因为我也不懂 你说让我做一个什么什么 主法和尚 我也不会做 我也不搞学术佛教 我原来就是搞学术的 在大学里教书 写论文 发表著作 那些东西 对社会啊 好像感觉到意义并不是很大 对自己更没什么特别意义 那么我要搞的是啊 这个教育的佛教 我自己学 自己修 然后呢 有机会啊 跟大家来分享修学的心得 跟大家一起提升 希望我们这一生啊 都能够了脱生死 往生净土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我也做得非常欢喜 这个所以呢 六年前我辞掉大学教授工作 专门跟我们师父上人 学习佛法 学习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呢 它也很重要 它是佛法的基础 那么有这个基础 可以入大城 那传统文化 这个主要以儒道为主 所以我这个之前 有深入学习过 一些儒和道的经典 更重要的是 落实自己啊 这个三个根的这个学习 就是儒道 儒之根呢 是弟子归 道的根呢 是太上展示篇 佛家的根呢 是十三一道经 这样的学 是真在学佛了 那么 现在呢 我就选定啊 五两寿经 我是去年七月份出家的 出家之后 出家之后呢 我就一门深入 五两寿经 其他经典 统统放下了 为什么呢 搞得太杂了 很难 得三昧 很难 出三戒 所以呢 我现在什么经都不搞了 就搞五两寿经 所以到哪里 别人请我 我都只讲一部五两寿经 或者讲其中的一章 一节 或者大义 总不离开这部经典 那么一精通 一切精通 我们相信呢 我们这样深入下去 十年会有所成就 这是师父老人家 也是大力提倡 我们学习 要懂得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千万不能够学多 学两门 你的心思就砸 就不容易赚 就很难得三昧 三昧就是定 你很难得定 不得定 你怎么开智慧 智慧是从定中得到 所以这个佛教 到底教什么 我们要懂的 佛49年说法 内容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佛经里面讲诸法识相 我们把这些宇宙人生真相 都彻底搞明白了 这个人就是佛 他是觉悟的人 所以佛教叫智慧 怎么得到智慧呢 要从定中得来 定我们修学 就要懂得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那么净土宗 是释迦牟尼佛 当年已经预言了 这个佛教 他的发展 他的法运 总共一万两千年 大分来讲 头一千年 叫正法时代 佛告诉我们 你戒律成就 你能持戒 你就能得定 开智慧 第二个一千年 佛告诉我们 以禅定成就 靠戒 持戒 你都很难了 你必须要多增加 修定 你才能开智慧 到后面 两千年过了之后 从第三个一千年开始 到最后一万两千年结束 总共一万年都要以净土成就 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 就是让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末法时代 众生的根基又更差 就是业障更重 这个外面的境界诱惑又更多了 不容易得定 连持戒都很难做到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佛就告诉我们 要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蒙佛力加持 我们往生西方 这是二立法门 靠自己的力量 很难成就 我们要靠佛力 这一万年当中 现在已过了一千年了 后头还有九千年 都要以净土法门成就 那么所以我们遇到 无量寿经这部经 这净土第一经 这是真正把它弄清楚 弄明白了 我们往生就有把握 这就是佛 他所希望我们的 这一生就能成佛 所以那么现在 早上的第一堂课的时间 就到了 我们只是刚刚 简单的介绍了 要品题的第一个字 佛这个字 主要是 把这个佛教是什么 跟大家讲清楚 这个起点正确了 以后学修学方向 目标就很正确了 如果一开始错了 以后就一直错下去了 所以这个一开始 要有正确的认知 那么从下一面一堂课 我们就正式来 从经题到经文的学习 好 上午我们第一堂课 就讲到此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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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